你是不是太熱了 寶貝 欸 看板子很簡單對不對 嗨~~ 阿姨你不要這樣就恐怖 QQ QQ Q 姨好討厭喔 氣死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超級大蜘蛛 我是大蜘蛛 我是超蜘蛛 我是小蜘蛛 超可愛 她現在心事很重 我們今天特地來找蜘蛛玩 因為大姐說很多人在問她的床點 你也知道大姐就是自己想紅 所以幫我小蜘蛛開了一個IG 綜藝摔什麼 妳好老套喔 天啊 妳胡瓜喔 下面一位 大姐就自己開了一個蜘蛛的IG 帳號在這邊 自己去追蹤 因為大姐會一直收到很多人私訊問說 小蜘蛛到底睡了什麼樣的床啊 什麼樣的枕頭 什麼樣的貝貝 我們剛剛就瞥眼一間她的床 想說可以來開箱她的閨房給大家看 這也是她出道的第二集 小蜘蛛可以進來了嗎 姐夫妳戴那尾兜兜什麼意思 都被要求了 小蜘蛛如果妳要坐著也可以喔 我演員就位 媽咪那個 小蜘蛛抓狂 她好像整個人要昏迷過去了 她眼睛立刻閉起來了我的天啊 她真的很困欸 今天我們想要介紹給大家的是小蜘蛛 已經睡了一個月的睡店 品牌叫做Kenny 這個品牌其實是在小蜘蛛出生田 我們就已經做了一些功課 本來想要整套買給小蜘蛛的 但是因為太貴了 她也都沒有睡這麼貴的 所以一開始她其實是買了一個比較普通的床墊 她有跟我們反映小蜘蛛睡的時候都會流滿身汗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小蜘蛛她原本床上的配備有什麼好了 第一個就是這個音樂海馬 這個海馬是 瓦手一隻 她會仿造媽媽肚子裡的水深 然後她們睡覺的時候就有一種安心感 自己買的但是小蜘蛛不喜歡 她不喜歡這個音樂 小朋友在睡覺的時候 你也一定要給她同一首歌 你不可以今天是 蔡依林明天是鄧子棋 陳怡迅你就是每天都要 所以要聽陳怡迅 不是啦 她要聽晚安曲啦 新手爸媽 什麼都想買 家裡一定要有一個這樣的阿姨 我們室友是 脫印中心的主任 所以小蜘蛛的任何問題大姐都會問她 但是呢有幾個東西她需要 這個床圍 床圍先買 應該是說你家沒有嬰兒床 要先買嬰兒床 但是嬰兒床是啾啾他們的 那床圍她又撞不到 嬰兒床不中耶 她現在已經躺這樣 但她只要五六個月 她會往上 整大一點 造了床圍之後 開始就是要買床墊 枕頭那些東西 但是大姐第一個買的 其實不是K你的床墊 所以我們現在會教你怎麼挑床墊 脫印中心主任來告訴你 第一個就是尺寸 尺寸看有沒有跟你的嬰兒床相符 第二個的話就是透氣度 小朋友睡的時候 如果不夠透氣會悶熱 那第三個可能就是支撐度 她的小小的脊椎還在長 如果說你太軟或太硬氣都不太好 第四個呢可能就是可不可以水洗啊 再來就是美觀那些等等 因為剛開始買的時候 我們就會量長跟寬 但是她只能幫我們訂說 大概這個尺寸 沒辦法就一模一樣這個尺寸 因為市面上有三款 最常見的尺寸是可能廠商 他們講好的吧 然後她說她那兩個都一直跟我講 119 市面上就是三種固定的尺寸 就是沒有她說的119啊 Kenny這一款我們去櫃商問的時候 最吸引物的點 就是她可以量身訂做寶寶的床架的尺寸 這時候她的119就擺上用盤 就變成120沒問題 沒有啊就還是119啊 不是說訂了Kenny 她的床架就變120耶 不是耶 Kenny她可以完全量身打到你的床架 去幫你訂製屬於你自己的尺寸大小的床墊 Kenny她還就是可以直接幫你坐在旁邊的安全的床位 啊可是因為太貴了 我們先這樣就好了 你都沒有睡那麼貴的 要生氣了 要生氣了 好啦 讓你入鏡啦 原來小珍珠是想要入鏡的部分 傻眼 喔 不要講他啦 喔 對不起 然後第二個我最注重的就是透氣度 因為她很容易流汗 嗯 喔對喔 很容易流汗是不是 你看她打開有時候她流汗就會一層一層紅紅 然後背不起來都會淡地露 喔你給大家看你上一個床墊怕死人 傑夫你去拿 這個就是小珍珠之前的床墊 我珍珠哭得死人 你們有沒有看到上面其實都發霉了 因為上一個床墊她其實是沒有很透氣的 所以小珍珠睡覺睡一睡就會流汗什麼的 然後下面就會發霉 你看我們姐夫是給她睡什麼 給我們小珍珠睡什麼東西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我是撞到了 我們那時候在挑的時候貴姐就有說 她上層跟下層都是透氣的網紗 因為她透氣程度非常好 即使她臉不小心朝下 她透氣程度好到就是她還是可以呼吸 她又特別喜歡側睡 我就會怕危險啦 所以你就是買了這個之後 然後都要讓她頭朝下 你可以小珍珠有沒有 然後你跟她說 趕快睡喔 早點睡這樣 不行這樣子 開玩笑的 可是笨你沒看到啊 它上面是透氣網紗 下面是透氣網紗 對不對 它中間是什麼你知道嗎 獨立桶 你看嬰兒睡到獨立桶 它裡面就是像小顆小顆的彈簧這樣 你期待摸的時候 可以摸得出來它是一顆一顆的小彈簧 因為市面上的床墊都是什麼 記憶床墊那都很軟 乳膠床墊也都很軟 就會容易脊椎側彎或者是拖廢 那其實小朋友的脊椎還沒有硬的時候 獨立床墊的話可以支撐它 依照你的身形這樣 去支撐它的重量 我們買的專業吧 你買的東西我就會很安心 因為他們都會考慮很多 然後我們就是想說 阿赫拉的床墊的床墊 我就掏錢就好啦 上一個床墊發霉 其實是在我們 一個月前幫小生就換這個床墊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這件事 因為他媽完全沒有把它掀起來洗過 不是啊 因為你換啊 沒有藉口 我就是這樣拿起來嘛 我就撲著啦 因為你還要護小孩 你怎麼能這樣拿上拿下 新爽媽媽一定要翻過來檢查 姐夫床墊都你在洗的嗎 不 你叫我姐洗啊 對啊 是你在洗啊 是我裝上去的啊 你姐夫有潔癖 他的東西都是他要洗 不要看我們姐夫吃半家咧 他的衣服啊 床單全部都是姐夫在洗 要擠奶爸 洗上 然後也都他在洗 奶瓶有時候我來洗 他說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洗 我洗比較乾淨 Kenny這個床墊 他可以整個拿去水洗 像我之前用的那一個床墊 大便不小心戴在這邊 我就要馬上去洗 或者是吐奶 小朋友你打完格的時候 不一定說他就不會吐了 他睡到一半 因為他會動來動去 他有時候還是會抑奶 在舊的那款床墊的時候 一吐奶他們就要趕快把床單拿出去洗 因為他們很怕奶 或者是曬會直接滲透 但是Kenny的呢 就是即使他真的滲過去了也沒關係 因為他的床墊可以直接讓你去高溫水洗 貴姐那時候是說55度 最好可以殺成滿的溫度 然後我們那天除了買床墊之外 還被燒了一些周邊 不是因為我要買的 因為珍珠屬豬 好死不死 他不屬雞 他屬豬嗎 因為他們沒賣雞啊 可是他賣豬 知道嗎 你知道嗎你 好死不死輸怎麼輸啊你 因為它是有機棉的 摸起來不錯 所以我們才一起買這樣 那個阿姨不知道開多少錢喔 不知道可能他以為我生幾個的耶 你看他們這些阿姨你看看 我們直接吃他的名字在上面 Kenny可以讓你吃兩個字在上面 這就是我們這集開箱小珍珠的閨房 主要是因為真的很多人在問我姐 想說這可以當一題的話題 一次介紹給你們 下次就不要再問了好不好 不是 你就說提供給新手爸媽媽嗎 就嫌人家麻煩下次就不要再問了 提供給爸爸一些參考 請大家不要再來問我 不要再來煩我啦 好來 不知道你們來什麼事 因為真的很多新手爸媽在問我打劫 殊不知他自己也是新手爸媽 而且超廢的喔 可是因為太多人問了 我沒辦法一個一個回答 拍這一集總結給大家 關於小珍珠所有床試 小珍珠已經很困很困了 好來 跟大家說掰掰了 Kenny 出來啦 你睡覺就睡覺手放那樣 是不是想把我氣死 什麼意思 阿姨買給你的咧 你還有什麼趕快再跟阿姨說快點 我好像現在不會講話 堅珠寶貝 你很想睡覺的對不對 我直接公開跟阿姨 要一個東西是建立家 所以他還沒有 你是故意在講一個音的 他有基本的 但是有些是 就是他提一個音一個音 我覺得他不需要 很多事情需要跟想要是不一樣的 我不是那些 好煩喔好煩喔 真的還剩了啦 還有那個安全床墊 沒有啦 耳朵紅紅球啦 瞬到紅紅球 不知道啦 我跟你講生小孩真的很花錢 大家生小孩之前要 三思二合適 因為我的時候 你要有好幾個阿姨叔叔 啾啾 或者是你的姊妹 你可能感情稍微控制 有一點距離 不要太緊密 尤其是那種金錢上的往來 自己各自分好 自己顧好自己 寶貝我們要回台北囉 下次見囉 掰掰 超舒服的感覺 掰掰 掰掰 goofy